首先是 什么是蓝 什么是玉 我都搞不清楚 我先告诉你 你要听我就讲给你听 其实我认为这个世界已经 怎么讲 人类是一个很懦弱的 人类是一个很低等的动物 为什么 它要储备粮食 它要储备粮食才能过日子 人类比如说动物 鸟 鱼都不要储备粮食 人类需要储备粮食 所以人类就会去储备粮食的时候 就会去抢斗 动物都是这样 都会去抢斗 比如说一块肉在那边 一群狗在那边抢 就是狗王的人抢走 食指人家就吃饱了 他就不理别人 肚子饿了 他就会吃别的动物 但是人类会囤积食物 很糟糕 囤积食物就可以囤积大小 囤积多少的时候就 就失去理智了 大家就比前头了 所以我认为说 有人类的地方就没有公平正义 就不要想说 追求公平正义都是在嘴巴 追求就是由于没有公平正义才要追求 就是这样 但是你越追求 那个都是吸假的 就是越追求就是都是假的 那追求总比不追求好 像共产党就好了 对不对 像以前共产党就是大家共产嘛 大家都没有没有没有平复嘛 当然是抛法还是在毛泽东 抛法还是这边无产阶级的 以前还是在实习太后啦 这一类的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很精品嘛 大家都一样嘛 就公平正义啦 不过我们回到议题上来 就是说 什么是男人 什么女人 立营 我现在 我开始讲啊 我现在开始讲了吧 OK OK 蒋中正来的时候 二十世界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台湾是日本 是 是 是 志气的事情 台湾是日本 对 五十年 台湾的青年是代表日本兵去中国打仗 是 是 是 后世打仗结束 台湾归给 日本有台湾军团 我知道了 是 台湾归给大陆 大陆来 台湾很翻译 没有 归回中华民国 蒋介石来嘛 中华民国啊 但是为什么要归回 为什么要归给中华民国啊 因为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嘛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不不不不 是继承清朝 现在是大家知道是继承清朝 那因为日本是管治五十年了嘛 不是 所以对对 你讲的对啦 中华民国是对的 但是台湾人民也欢迎 结果他蒋介石来啦 他就用 228的就 对 用机枪扫射的 用机枪扫射的 让台湾的精英全部都死掉 台湾精英死掉也很好 因为像我们不是台湾精英 我们都傻傻的 我们都无所谓 所以啦 都一样都没关系 但是 他就把所有的资源 你说中华文化 我们现在讲中华文化 对不对 中华文化 从大陆带到台湾来 就是把 这边日本的文化 要全部 全部归还给中华文化 就有两个文化 就不一样啦 所以你刚才 你要访问建村啊 大陆他们过来 他们有一个文化 故宫博物院带来 有一个文化嘛 这个文化下来 就不是台湾人 从外面带进来的嘛 从外面进来的 进来的 我们也接受啦 因为 其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从小我不知道 忠孝信义 对对对 以前在日本也有啊 不是你 日本也是中华文化嘛 是是是 也是有啊 所以你 但是有一个不公平的就是 但是他来了以后 所有的政府的 全部 重要的位置都给 对 但没有关系 这还没关系 这位置没关系 这个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有时候太不公平 然后台湾人就是复合上去的 你说的台湾人是指的客家人 跟本地人 没有没有没有 本地人 客家人比较偏男 你现在一直讲说 客家人比较偏男 那都是错的 那是一小步 为什么苗栗啦 什么新竹县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以前从来没有 立营执政过 那是客家村 所以他们嘴巴这样讲讲讲 其实客家人 对他 对男影立 客家人是 非常非常的没有在立 像譬如说蓝头 譬如说苗栗 新竹县 都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啊 嗯嗯 那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男影的在执政啊 而且都 都差很多 嗯 听懂懂 不是说差一点他赢 差一点 都是七三 或是八二这样子 男影就是国民党 男影就赢啊 就是 男影就是国民党 代表的 对对对 要跟大陆统一的 是是是 是男影 绿营是什么 绿营呢就是台湾这一派啊 就是台湾这一派 为了争取戒严 为了争取 自由 为了争取 那个不 不 不被 不被 国民党很不合理的统治的这一派 叫利盈 利盈 所以国民党他就 来了以后 他所有的资源分配啊 嗯 金公教啦 金队大概没话讲嘛 金公教 嗯 教员啊 军人 公务员 教员 对 金公教 百分之九十 以上 都是要入国民党 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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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九十九点九 是国民党 嗯 然后就这样子 这样生活 嗯 这样生活然后 呃 怎么讲 就是 你附在国民党的 这个身上 就吃香喝辣 嗯 你没有附在国民党的 你反抗的时候 你就 你就 无形中 就失踪 就刚才你们以前讲的说 有一个什么 毁谍 大陆来的 嗯 以前我们在 国中 在 在国中 嗯 嗯 嗯 认识到的老师 嗯 好棒啊 温文如意啊 好棒 好会教育 音乐课也教得好棒 反正我们认为最棒的那个 也都是外省级的嘛 嗯 都是大陆来的嘛 嗯 那些人啊 都是隔一个学期就说 失踪了 哦 是因为是毁谍 毁谍是 毁谍就是共产党 对 毁谍就是共产党 哦 那我们也莫名其妙 怎么那个 最好的人 最好的老师 都是毁谍 好奇怪 那是谁抓他们 是国民党抓他们 当然啊 哦 国民党就抓 就是难以为是国民党这些啊 就讲经过 讲见识这一帮的 哦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其实怎么讲 就是全部都是国民党的 那你台湾人就附在这里 那你就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吧 二十年前 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 刚刚来的时候 刚刚来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 那二十年了 啊 ok 就是国民党来了以后的前二十年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么后来从蒋经国 后来也没有 蒋经国那时候也是还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一样 嗯 才慢慢慢慢慢慢改过来 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以后 蒋经国到底是蒋经国不是吧 那那个是戒严吧 不 后来开放党禁 台湾党禁是 是蒋经国吗 是蒋经国啊 蒋经国啊 蒋经国那时候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就是李登辉 李登辉 上台以后 对 那么就是民进党就 就整个变天了嘛 对不对 你们还变天了 还是一直在 还是一直很 还是一直很小啊 还是一直在 刚刚明里啊 后来还有免利岛事件 不是吗 嗯 那是刚刚要出头 然后就美丽岛事件 又全部把他们弄起来啊 嗯 那么我现在不是就是 到现在 到上一届 到上一届2016年啊 蔡英文上来的时候 嗯 才是真正的 利盈 才真正的执政 OK 陳水扁也还没有真正执政啊 嗯 陳水扁那时候还是难大以利啊 哦 还是难大以利啊 哦 真正的还是 真正的 2016 嗯 那么 那么现在这个 蔡英文政权 她跟南营 她对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 没有区别 嗯 我为什么说现在不管 我对蔡英文很 不能谅解 嗯 嗯 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公平正义嘛 嗯 嗯 她 我现在 我要求的 我现在不管难以利盈 嗯 现在以我的立场就是 他们就是不公平正义嘛 嗯 屏幕差距那么大 生活的年轻人没有未来 就是不公平正义 然后司法都不公嘛 嗯 以前给人家印象都这样啊 嗯 以前给人家印象就是 有关系就没关系 哦 OK 没关系你就有关系 嗯嗯嗯 我懂 蔡英文执政的这两年半 为什么 南营又 又反扑过来 对不对 2018就去年嘛 嗯 又反扑过来 嗯 因为她没有 她完全没有做公平正义的事情 她的 到现在 嗯 以我来讲 更加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我的根据就是独裁了 对对对 更加的这样子 就是 我们现在不管她是独裁 她政策什么 让 一般老百姓的感觉就是 更加变成更加厉害的 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所以不管是哪里 所以蔡英文 我本来是已经觉得说 马英九很不好 对不对 就弄官门搞钱 现在以我来讲 嗯 我是非常利盈的人 我觉得蔡英文比马英九更不好 哦 我在电视上以前看到马英九 就会不想看 这个人这样子 嘴巴长得很好心 马英九长得蛮好的嘛 对啊 但是会看得很丑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她的内心里面了嘛 看到她的那个怎么讲 那你觉得 那后来蔡英文执政一年两年 我在电视上 本来是蔡英文到我家里去 我们都来请她吃饭呢 嗯 我们家是很利盈的 嗯 然后 但是你对她也失望了 对 但是我现在在电视上看到 蔡英文 比以前在电视上看到马英九更恶心 哦 那韩国瑜怎么样呢 韩国瑜也是不好啊 为什么 嗯 所以国民党就很糟糕 韩国瑜是 各阶级 各阶层的人 嗯 当然我 我 我不了解她啊 那这么说起来 台湾就 完蛋了 所以我说台湾 台湾怎么会变这样 蔡英文姐 你知道吗 韩国瑜怎么 就这样子啊 然后韩国瑜 这样子没关系 我现在 我对她是 当然是看 看人家 就是立影这样讲讲讲 我看到她就说 嗯 爱 爱什么 爱与包容 嗯 爱与包容 韩国瑜嘴巴 她的口号就 爱与包容 嗯 她不是说高兴发大财吗 对 我现在说她的 她自己的 讲出来 就讲出一个她的 她就说她也 爱与包容 嗯 然后就 就整个韩 韩英的人 韩国瑜 本身就说 好 爱与包容就是我们的 我们就是爱与包容 啊 啊 那像我这样子 怎么会那么恶心啊 你怎么好意思 这样讲说 爱与包容 这种话 她那个 爱与包容里面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呢 没有没有没有 就没有讲啊 没有内容了 都没有内容 就说爱与包容 对对啊 嘴巴就讲爱与包容 就像你讲说 花大财 就这样子 啊 那这样子 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 嘖 这个爱与包容 是真正爱与包容 真正你去关怀 就是你真正有那个爱心的 对不对 嗯 你讲出来不会 人家听起来不会 不会很恶心嘛 嗯 现在不是说话 你现在讲之后 我看到就好难过 嗯 这个怎么讲 这爱与包容 应该是大家的啊 嗯 那那问题是 呃 你又是绿营的 但是你又不看好蔡英文 对啊 所以现在现在已经没有绿营 难营了 我的现在已经没有绿营 难营了 我现在自己的政治 我刚才讲说人类 啊 政治 就是在 掠夺 掠夺他的资源而已 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难 没有难以立了 现在我把蔡英文 把韩国语都看成一样 嗯 他们只是在 只是政客 政客 等这么讲起来 那以共共产党 你有什么区别呢 对 那就是说共产党 都没区别 也差不多啊 对 差不多 哦 而且 就是说 红的 绿的 蓝的 差不多了 都一样 没有 就是政治就是很糟糕 我现在已经对 我为什么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 对 我就已经很难过 因为我们从小 就不是这样 从小我们就是政治中道呢 我在党兵的时候 你在党兵的时候 你也当过兵 当然党兵 我在党兵的时候 我 我见到说那个外省 那个大陆来的兵 到金门 或是他们都遥望大陆在 思念他的家 家乡 我就好蓬勤他们 我就一直跟他们当好朋友 我真的就是帮 因为我是一个很奇怪 我就会想帮弱势的人 你是本选人 我是本选人 我是多么喜欢他们这些老兵 因为他们离乡被禁 对 他们也是无辜的被 他们都说 有时年轻人被蒋介石 怎么就这样抓过来 从人数就过来 那我真的很同情他们 都是他原因 所以我就 对国民党印象就很不好 你就是说你是成为绿营的原因 是因为 国民党对 这个本省人不好 不好 但是你现在对 本省人的 对绿营呢 你有失望了 非常的失望 因为不应该这样 因为你才刚刚 2016才 人家这五六十年 累积下来的苦 累积下来的 比如说英雄的妈妈 被杀死 比如说什么什么 什么烟案 什么什么东西 美丽岛世界 都没有平安 都没有什么嘛 对不对 台湾人也没有要报复到什么东西 在2016年 才由蔡英文 长够利盈的 才刚开始 结果你马上又把它毁掉 你马上毁掉以后 从此 我们这六十几年来的 接受的 国民党统治的苦 都一笔割下来 人家已经翻你了 2016年已经全部執政了 你记得懂吗 就是说 你要已经全部 所以现在的人 已经在不谈说 以前怎么样 以前 怎么样 以前 因为政权都给你了 对啊 那结果你现在马上又把它弄 弄完了 民进党马上又 我们现在 不好意思讲 就是民进党 你要负责的 你又把它弄 所以我就很失望 那等于就是 等于就是以前 国民党 对 把本省做的坏事 对坏事 那么民进党也做回去了 又还给他们了 没有 2016年已经全部執政了 对不对 结果你怎么 2018又全部 15个县市都是你民进党的 怎么又变成6个县市 又变成15个县市 又变成国民党的呢 你这样听得懂吗 本来15个县市是国民党的 民进党是6 但是现在已经弄到这个 民进党大胜 民进党变15了 总统又是你的立法院 又是过半 又都是你的 全部都给你了 你以前全部都给你了 你这个大陆来的 都已经全部没有力量了 嗯 两年的时间 我懂了 全部又回去 也就是说 自从这个 蔡英文执政以后 以后的这个 所谓的民主 已经不是民主了 就是在操控了 是这个意思吗 不不不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不很多人都这么说了 我现在讲算我个人的意见 我个人就是说 你两年多的时候 你就又把以前 人家累积下来的 你全部输光了 拜家旨 嗯 你听得懂吗 嗯 就拜家旨 以前我们是过了什么日子 以前我们听到 蔣正正 我们就要立正 蔣总统就要立正 嗯 你知道这些事情吗 是的 你知道我们 讲台湾话 会被人家罚站 然后挂牌子吗 你谁讲过语 你知道吗 我认我到时候不知道 小时候都是这样子 嗯 你 你讲台湾话 你就要站在校门口 或是站在那边 挂一个牌子 说我讲台湾话 嗯 然后就说我 我讲台湾话 嗯 然后你唱台湾歌的 什么唱 比如说 那个歌就不能唱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听到 蔣总统我们就立正 蔣总统我们就立正 那跟大陆讲 跟毛主席一样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台湾人已经 这五六十年来 嗯 到 2016年 蔡英文 上来 诶大家才 解得说 以前受的委屈 以前被迫害 以前什么都 像你 人家都还给你了嘛 嗯 对不对 你还要讲什么 嗯 啊结果蔡英文 嗯 两年半来 又全部 我现在讲说就是败家子 哦 立赢的败家子 嗯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 我怎么讲 现在要讲人家就想说 他的问题很多 嗯 他因为他进入 他也没有用立赢的人 他就用 老的 蓝色的人 嗯 老的老蓝 你知道吗 嗯 老蓝色的男人 哦 他都用老的蓝色的男人 哦 所以他本身 就有问题 那以后我们再讲 像你现在问我蓝力的事情 你就讲到 这样子你就知道 我认为说 立赢的 已经被蔡英文败光了 哦 所以我现在觉得立赢也没有 架子去 去理他 所谓立赢就是 也 没有架子去理会 蔡英文 也没有架子去理会 民进党 也没有架子去理会 那台湾 将来怎么办 有了怎么办 就不怎么办啊 就这样子 你要扮炒鸡蛋 所以看有没有更好的 那台湾的 救世主 还没有产生 哦 台湾的救世主 还没有产生 那么 那么为什么不 让共产党也来选呢 那就是说 南英绿英红英 是 大家都在选 选共产党也行啊 所以台湾 台湾自己 其实台湾自己没有 没有资格自己选啊 因为你只有2300万人 哦 大陆有14亿 那美国这边民主阵营有多少 这边有韩国有日本 哦 韩国日本 这边有菲律宾越南 你台湾的地位 你哪有资格自己选 哦 那么就是 就是从 我们另外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绿营的问题啊 绿营是不是要独立的 没有 哦 绿营也没有 假的 他是用独立做一个 房子 哦 做一个进行 对 做一个口号 哦 给人一个 给人一个错觉 是 但是有很多是真正的 是想要独立的 想要独立的 但是想要独立 他们也知道说不可能独立 所以就喊着独立的 就很模糊啦 嗯 要统一的也是一样啊 他也知道不可能统一 不可能统一 但是还是要喊同一啊 所以事实上 台湾的所谓 独立跟统立 是一个唯命题 对 事实上是 我认为啦 我自己个人认为 就是你表达你的政治观点的一个立场而已 然后起着利益 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 你还是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 不是 我觉得不是中国人 就是台湾人 但是我知道我跟中国人 我们是同种 你知道 OK 从这个文化上 从历史传承上 这个中国人跟台湾人是 同根同种 对还是一样 但是 由于 对对对 大家思想不一样 大家那个怎么不一样 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七隔开了 七隔开了嘛 所以还是要 还是要七隔开 他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我们就是台湾人 本省人 本省人 跟各家人 我们这个也是 我们的主线也是从福建 张浦那边来的 嗯 嗯 也是 就像你说 大陆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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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好生活 主线才会从那边 拼命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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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了 我懂了 我这么说吧 美国人说他们是美国人 但是事实上 美国人又是从英国来的 对吧 澳大利亚人说 他们是澳大利亚人 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从英国来的 所以他不说他们是英国人 对吧 但是呢 你讲起传承 讲起文化 讲起这些东西 他们本来都是英国那边来的嘛 对吧 他们还是会有啊 但是他们就说 我们 历史上 我们跟英国是有这个 渊源的 但是呢 我们是澳大利亚人 或者说 我们是美国人 是这个意思吗 是 我的观念 这样讲讲讲 对不对 你自己 当然有你自己的 不是 我主要想 是 我主要想把一些观点理清楚 是 为什么 因为我是 了解 刚到台湾嘛 对台湾不了解嘛 而且呢 我相信 比我更不了解的人 还有很多嘛 那么通过我的平台 能够了解到 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政治各个方面 那么就是说 你还是要从101开始啊 一点一点慢慢讲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来啊 当然接触我的人 迎接我的人 欢迎我的人 是这个男人的比较多 这给人参加一个错觉 好像你是不是在帮男人讲话 是 你是不是在帮男人这个拉票 我说不是的 我说九哥就是一个麦克风啊 谁都可以拿着用的来 是吧 那么就是说 你们绿营的人 为什么不来接触我 你们为什么不来招待我 你们为什么不来跟我联系 对吧 我就让你们讲话 所以呢 我就是在台北啊 我跟我的几个朋友 都委托他们了 我说你们帮我去找几个绿营的啊 那个就是说 哪怕是非财非财的律者都行 把你们的政治诉求 你们的道理 讲给大家听听 我们大家都来听一听嘛 对吧 所以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绝对不占编的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占编 我根本就不在你的文化里面 对不对 我怎么占编呢 你的视野那么广 你在世界跑怎么会 怎么会还有什么眼什么眼 对对对对 这个世界观怎么看那么多了嘛 简单说就是一个免费的麦克风 是啊 给大家用 那么就是 但是呢 话一讲回来啊 由于九哥确实是走遍了全世界 所以我看问题的很多方法 跟一般人确实是不一样啊 事也不一样 就是我角度不一样 就是刚才 为什么我非常欣赏 你最开始讲的那些话呢 就是你最开始讲的那些话 其实你已经抛开族群了 你已经抛开政治的派系了 你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把人类跟动物类啊 跟这个宇宙万物 它的把它分类以后 那分析人类它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政治它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是应来一个高度了 这也是我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啊 你说很多人说共产党很坏 对不对啊 这个活摘器官啊 怎么进化人权啊 这些呢 其实在任何一个政权里面 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的黑暗 你说希特勒也有对不对啊 你说美国也有啊 所有的都有的呢 我们看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看它总的方向 它在人类历史上 把这个人类的历史带下来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要从大局来看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现在包括共产党的问题 比如说我到台湾来之前 说心里话 对于我作为海外华人来说啊 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指讯 我们听到的 就是我们还是感觉 蔡英文是一个希望 我们觉得蔡英文不错 所以是我们在海外华人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但是回到台湾了以后呢 就发现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外婆隔壁家 那个老阿姨人特别好 但是实在回到外婆家一看呢 外婆旁边的亲戚朋友讲 其实那个老人家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一名好人 而且各个方面都有人讲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间就使我开始就 因为以前呢 对中共比较了解 对中共 因为我在中国生活过 我知道中国的黑暗 我知道共产党的黑暗 对吧 所以我是非常的不看好共产党 是非常的希望共产党能进步 但是我不反对共产党 我不要打倒共产党之外 但是呢 我是希望它能进步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 我就是把很多太美好的愿望啊 理想化了 对 对 把台湾理想化了 事实上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台湾人 把大陆理想化了 就说民进党没有用 国民党没有用 那还是大陆搞得好 对不对 事实上 事实上的都一样 对 其实我到了台湾以后啊 我都觉得 不应该那么多反对中国共产党了 对不对 我就是觉得 中国共产党的话 就算怎么样能够争气一点 对吧 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政策 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人 这些精英分子 怎么样能够自律一些 是吧 能够更加的把一些中国的 如果画稍微来 还是 嗯 明发型吧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 人类 贪婪是人的本性 弄到最后 几年 这五年好了 我才彻底的对我们人类失望 失望了 因为人类 我认为到最后 人类的社会就是 呃 只有比前头大了 其他都不算 事实上就是 人类还是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 只是 而且是最丛林的 嗯 不可能 不可能说 嗯 我有power 嗯 所以难道有power的人 那有钱 有金钱的人 有潜力的人 他不可能 为了说大家好 那个好 那个好是什么仪式 然后来分出去 嗯 不会 永远都是power 我就要更多 我签得到 我就要更多 就是人类都是贪婪的 都是这样 嗯 那么就是说 美国也是一样 他是美国他们是从以前 制度这样建立起来 对对对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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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共产党 共产党是九千万个共产党员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包括老婆呢 包括小孩加起来是几亿人 嗯 那大陆才十三亿毫 嗯 就有两 整个共产党加起来 就差不多 他的亲戚朋友加起来 共产党 就差不多三十亿吧 对啊三十亿 他的两个小孩 太大 对对对 对 那三十亿的人 差不多 现在钱力差不多都在他们手上 是是是 钱力都 财富也在他们手上 对 那你说要分 叫他们全部再突出来 他们难得再这样子 然后再出来 然后又要再进步 再进步就是说 他们要 要 要 要缩小一点嘛 嗯 人民人民 就是财务在分辈 就财务在场 台湾的地方 陪哥连经典都 我台北市买不起 嗯 那个话是很愚蠢的话 所以讲来讲去 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你要 所以人类 由于人类的本性是贪婪的 是 所以要建立一个制度 去制约它 大家都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体制的 game 这个 这个 叫做这个 游戏规则以内去玩 对 而且游戏规则以内 大家都要 灭气更多 power的就要更多 对 相互都要制约 钱就要更有钱 潜力就要更有潜力 所以要他们放出来 不可能 是 所以 已经有进步了 结果要有信心了 要有信心 哈哈 中国 我现在讲是 我还是很替中国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 你跟美国 呛声啊 就是 你呛说我多厉害多厉害啊 太早了一天 对 太早了 对 还应该套光养晦啊 哈哈哈 你就先 表面上 你不要嘴巴 不要那么 那么厉害啊 对 你为什么这样子 不是说 大陆的人 不是说中国人 现在要打压台湾 就很非常 不会这样 因为 讲不好听 我是一个很愿意说 唯有 你没有 我付你点给你 我们大家 享用的 我的朋友一堆 全部都利盈了 对不对 嗯 真正他都来的 全部都利盈 但是 我在讲 蔡英文这件事情 讲民进党这件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嗯 所以 我现在已经 也是跟他们讲 我们不要再讲政治了 因为 以后当你 你认为你是 你是义醇 你是无事的时候 或是说我是义醇 我是无事 我们过之承担 他也是知识分子啊 他也是有钱人 等他等你 以后觉得说 被蔡英文骗了 被民进党骗了 那时候你自己觉得你很义醇 你很无事 你自己去承担 你给义醇 讲蔡英文到利盈 蔡英文到利盈 我现在不把蔡英文到利盈 他当利盈的 就对 我不认为他 他没有资格代表利盈 蔡英文都没有资格代表利盈 他没有资格代表利盈 完全没有资格 所以才没时间 这个台湾搞不清楚了 乱七八糟 怪不得还是共产党好啊 共产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统一思想想得要一起想 你们不要胡思乱想 党叫你们想什么 你们就想什么 哇